中国的轿车平台滴滴出行 12月3号的时候宣告从美股下市改到香港上市 这件事情滴滴出行在之前就已经惹怒了中共的高层 所以中共高层就告诉他说 牵扯到中国国内的大数据哦 你滴滴出行你在美国就下市改到香港来上市 所以美国的媒体CNN他分析说 这代表一个中国企业前往美国大掏金大募资的时代 结束了也显示美中对质在加剧 在这个时间点中概股变成了中概股 什么意思呢概念的盖变成乞丐的盖 中概股在美股上市的呢 礼拜五的时候是大跌重挫的情况 在这个下去大家会关心的是 还有其他企业会跟进吗 敏宽 目前当然会有其他企业会跟进 先来谈谈这个所谓的狂风巨浪 先来谈滴滴出行 滴滴出行多大 先来说500万个出租车的师傅 他们在周六跟周日可以再超过 整个台湾的人口超过2500万 我们台湾才2400万人 各位就知道那个滴滴出行有多大 那滴滴出行今年在6月30号的时候 他偷偷摸摸的 先说偷偷摸摸为什么呢 中国百年党庆 所以那时候他就偷偷摸摸的去上市 可是没想到呢上市呢 一上市五个月就在12月3号 就说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在美国下市 下市之后明年3月会在香港上市 我们来看这个架构 先看上面这张 所以目前滴滴在美国他就下市了 下市完之后明年3月在香港上市 可是这个呢掀起了心涛巨浪 为什么呢我们先来谈 星期五美国的中国中概股血流成河 多恐怖呢 血流成河啊 各位一天单单市值 蒸发到台币6兆600亿 6兆耶 相当于三年台湾中央政府总预算 没错一天跌掉6兆又600亿 其中有一家跌超过30% 7家跌超过20% 87家打到跌停板跌10% 146家跌7% 185家跌5% 各位这个真的是心涛骇浪 那为什么这个心涛骇浪呢 因为现在重点是在于说 好了那滴滴出行现在把它赶回去了 现在北京把它给赶回去了 赶回去之后后面赶谁 我就问各位一个最简单的嘛 后面赶谁 今年阿里巴巴跟腾讯 已经从口袋掏了台币4400亿出来的 这个叫共同富裕 后面会来赶谁 那目前来看的话呢 很多中概股陆陆续续也都会回去 为什么会回去呢 不管你是自愿的 你是非自愿的 为什么呢 两国同时加压啊 对中国来说 来来来 从美国下市 来我们香港上市 对美国来说 走走走 你们不符合我们美国SEC 我们整个所谓的美国证管会的证管的 会计规则的通通给我滚 所以目前两边加压的情况之下 现在对中国的企业 可以说压力非常的重 可是各位仔细去想一想 第一次中国他们开始到中国去募资的时候 一开始叫做中石化 中海油等等的三桶油 然后呢 有所谓的联通等等的 所谓的三电信 那时候浩浩荡荡 那个说对美国人 对欧洲人来说 觉得很新奇啊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客户超过一亿人的 这几家公司的客户 各位十亿人 恐怖恐怖恐怖 所以那时候去呢 哇本一笔 能多高给多高 后面呢看到了腾讯 看到了阿里巴巴 请各位不要忘了哦 腾讯过去在亚洲股市当中的市值 是超越台积电市市场一哥哦 它从上市到最后最顶端的时候 整整涨超过一千倍 一千倍 最近这一两年 各位腾讯的股价现在怎么走 目前亚洲最大的上市公司 其实是台积电哦 当然台积电真的够强哦 那现在重点是怎么办呢 后面的部分的话 包括了像蔚来汽车 包括了像阿里巴巴 后面会怎么走 他们可能也要陆绿续来做回去 可是目前回去的当中 我们就可以发现哦 中国的政府管理 它真的是有问题 哪边有问题呢 我谈一个数字 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哦 新加坡的国营 新加坡的国营资本公司 叫淡马锡哦 淡马锡最近发出一篇的 所谓的报告 这篇报告说 我们淡马锡从现在开始 不再投资任何中国的科技股 清皇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很多的外资就问说 我先这些事情 你要跟我们讲啊 可是淡马锡呢 他嘴巴关起来 他都不说 结果呢 后面大家清偿债务啊 有一则讯息是很恐怖的哦 各位都知道 今年中国就很打企业嘛 然后很多企业像什么 包括了电商业啦 包括了补教业啦 能打就打 可是淡马锡投资了非常多中国的补教业 他的想法很简单啊 一个国家有14亿人都要成农成凤 这些人呢拼命的学习 补教业不大赚嘛 所以根据沙盘推演 好的不得了 中国政府一打 昏了 全倒了 那全倒的时候股市就下跌 对不对 据传淡马锡单单账上的亏损台币3000亿以上 单单账上亏损 为什么呢 卖不掉啊 对 到现在还卖不掉嘛 所以就是账上亏损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哦 过去中概股好的时候呢 好到飞天 可是不好的时候呢 全世界都在割韭菜 五二华视 我爱华视 想看更多关于清点话题有关的影片吗 马上订阅华视新闻频道 你就可以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哦 我爱华视频道